突发消息,在美国一架F-35A联合攻击战斗机,在阿尔伯克国际机场之外聚位 这个机场与新墨西哥州阿克兰空军基地位于同一个地点 现场的消防官员说,飞行员自己可以走出来,意识清醒,亦有呼吸 现在已送往当地墨西哥大学医院,伤势严重 阿尔伯克消防救援中心发言人表示 这次事件发生的时间大于当地的时间下,下午2点左右 这架F-35在当地机场APQ-21的跑道起飞 如果根据聚机地点,包括图像和空中交通管制传输记录 这架飞机应该是一架F-35的联合攻击战斗机 试发时,应该是一位飞行员 运送一架F-35的战机 由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海军航空预备站 当时在Lucky Martin的公司设施出发 原定要飞到加州的爱德华之空军基地交机 亦在下午1点的时间,在新密西哥州的科特兰空军基地 当时降落,做了一次加油,准备继续向外德华之空军基地 继续出发 这架是一架新型F-35 暂时的型号未能够判断情况是如何 而最机时,当时是一位国防合约管理局的飞行员 这架F-35的战机应该是随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 而现在美国联邦恐局 暂时仍未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表任务的评论 现时,美国海军陆战队亦无可奉告 没有什么言论可以发表得到 提到出事的原因,暂时明显未能得息 长火刚刚学识了 两个旁观者似乎被碎片戒伤 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严重意外 要送到医院留意等情况 今次的意外,我们通常说到 会有三个原因去考虑 包括当时的天气状况 即是会不会有大雨、大风、大霧等情况 都会影响到机师的判断 天气暂时看上去 在当地,我们说到深密西哥州这些地方 即是比较干旱 以及通常都是成功万里的情况 你说是因为天气失事的问题 看上去的可能性就不太大 第二个就是关于一个基建故障 基建故障也有时候发生的 即是我们去见到以往 包括在2023年9月当时 比较近的一次F-35坠机事件 又是海军陆战队 当时一架F-35B 在南卡罗来纳州坠位 当时的飞机有故障 所以飞行员弹射地逃生 但飞机不是立即坠落 而是继续飞行 飞行员了大约100公里 最后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 一块田上坠位了 当时出动了大量人手 去找这架飞机的残骸 这也是相当有趣的事情 足足搜寻了好一段时间 最后才找到当时F-35B的残骸 除了基建故障 有时还有很多问题 包括前起落架 有时都会出问题 2022年12月 当时亦都在德州 今次我们说到很近 和斯堡海军航空站 又是之前出发的地方 当时在垂直降落的时候 又是炒了 问题在前起落架出了事 我们说到前起落架 当时没有办法能够正常吸收到震力 然后回馈那部机器 就出了问题 所以最后 我们看到飞行员 都是紧急弹射逃生的情况出现 你会看到 基建故障佔了F-35B 尤其是F-35B 即是事故有绝大部分原因 再大约1至2年前的时间 又试过有一次降落之前 它应该是油管 里面有短路的情况出现 就是着火的机器 那次飞行员弹射的情况 所以你也会看到 F-35B的问题 会比A、C的情况大 但我们也不排除 最有一个原因 可能和机师本身的身体状况有关系 会分两件事 一个是他的意识 一个是他的身体 如果身体出了问题 例如 可能做了一些G力的测试 虽然不相信 在运送途中 都已经去到交机的状态 还会做一些非常奇怪的 Aerobatic的动作 例如 你去转回几个圈 我们经常说 那些四角跟斗 没有可能由一个 国防合约的飞行员去做这件事 所以你说 因为一些动作 出现高G度 这些机动动作 令到 可能去到7G、9G的情况 令到飞行员 突然暈倒 这些情况 就不太应该在这些时候发生 等于你说 会不会有其他身体状况 例如突然心脏病发 又或者突然之间 可能缺氧的问题 在35 那以往 会不会是 供氧的问题 会出现问题 但都已经解决了多年 所以会不会 今次又有缺氧的问题 令到飞行员突然间 在一个不清醒的状态之下 但外地游 飞行员出来之后 他仍然是清醒 有呼吸的情况 又不像 他是因为氧气的问题 令到他人失去了意识等等 所以 你说有没有机会 可能是其他 即是空间迷向 令到他分不到天 分不到地 但是 因为这个很明显的 就是来自陆地 深密西哥州 地貌和天 就很难 你说 海和天一直会 空间迷向 又不是去到这个情况 所以空间迷向 这个问题 又可能可以解除 当然 另一个 我们说 F35 可否考虑 好像之前的F16 安装ACGS 即是 可以自动减低 去撞地的问题 如果发现 机头 或者冲击力 G数 不是很正确的时间 立即 就把机头 扭上 拉起 一部机 避免它 撞山 撞地 这些情况 出现 F35 似乎没有 装备 这个系统 会否 导致到今次的意外 当然 我们都未清楚 因为 最后可能 机器的故障 可能是 抗疫 出了问题 可能是 引擎 出了问题 又或者 是 導航的 仪器 出了问题 所以不一而伦 我们都要等到 调查报告出了来 而 美国海军陆战队 这边 应该都会为 这个事件 作出一定的评论 我们军武器言 也希望 第一,飞行员 大步船过 因为它的伤势 都颇为严重 希望 人无事 最重要 那部机 这次一定是属于A级事件 即是说 这部机 我相信 我们俗称叫Total Loss 绝对是超过240 250万美金 即是这个界别 作为A级的损位事件 基本上 都整不回这个情况 不过 事件的调查 原因等等 都仍然相当之重要 避免事件 重复覆车 以及飞行员的性命 亦相当之可贵 如果这个消息 再有进一步 即是跟进 那些军武器言 会马上为大家送上 我们在下一集的情况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